最好的报答就是恩将仇报 孟加拉国到底是如何让印度遇苦无泪的 今日头条 为什么说孟加拉国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国家 还究竟做了什么 让曾经帮助过他的印度遇苦无泪呢 这样先从印度的发展史说起 英国以前有大量的殖民地 其中有一块便是英属印度 在经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 英国的势力被迅速的削弱 地位远不如从前 于是也面临着要失去英属殖民地的尴尬境况 英属印度也想趁此脱离英国的管辖 虽然英国在印度的治理者 在当时面临着卷颇盖走人的尴尬状况 但是他也利用最后的权利 给英属印度地区制造了激烈的矛盾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即出台了恶名远扬的蒙巴顿方案 所谓的蒙巴顿方案 是将英属印度分为两个地方来治理 也就是现在我们在地图板块上 能够看到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而在以前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是一个国家 分别位于印度的西部和东部 称为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 他们对印度形成一种左右夹击的局面 为此印度可谓头疼不已 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 虽然最初同属于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地域人种等 都有很大的不同 这便成为了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的主要来源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印度便狠狠地抓住了这一矛盾 后来蒙加拉国需要独立建国 而印度在这一方面则绞尽脑汁地 想去实现孟加拉国的独立 1971年11月22号 第三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 印度入侵了东巴基斯坦 严重地干涉了巴基斯坦的内政 于是西巴基斯坦便仓促出战 不幸战败 从此孟加拉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至此巴基斯坦本来就小的领土变得更小了 孟加拉国在印度的帮助下成功地独立建国后 按道理说 孟加拉国应该和印度保持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 但是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吗 孟加拉国会按照印度所想要的方式继续前行吗 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在建国初期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关系还比较好 但是到后期 印度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这个决定是作茧自负 因为孟加拉国原本受到西巴基斯坦的压制 自身的发展状况是相当的差 底子也很弱 所以独立后 孟加拉国的发展前景 直接成为了印度的负担 在独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孟加拉国的国家发展都比较一言难尽 根本帮助不了印度什么 那印度为什么不干脆把孟加拉国收入囊中呢 这是因为孟加拉国刚独立时 人口是7100万 但到了1980年 其人口就增长到了9040万 并在此后的十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今天 孟加拉国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1.63亿 虽然1.63亿的人口 相比于印度10多亿的人口来说不足一提 但是由于印度自身兵力 在相当程度上就比较弱 所以 印度对于孟加拉国并不敢轻举妄动 虽然孟加拉国作为一个女性当政的国家 但是令人沮丧的是 孟加拉国女性的地位是十分的低下 同时资本家为了积累资本 对于劳工的压榨也是比较狠的 而且其中对于女性的压榨 比对男性的压榨程度还要更深 甚至把性交易性产业作为一大经济支柱 这一支柱产业 然2020年孟加拉国的人均GDP 居然直接超过了印度 现下 印度更不敢对孟加拉国轻举妄动了 在印度制解巴基斯坦 一直帮助孟加拉国获得独立之后 孟加拉国又对印度 做了哪些恩将仇报的行为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 印度的目的 也不只是单纯的想要帮助孟加拉国 他们建国 他们的目的其实 是想要恢复英属印度时的土地 印度在被英国作为殖民地 统治了多年之后 思想也逐渐变得和西方帝国主义的 统治者的思想一样 他们习惯性的 将人分为369等进行压迫 并且还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厚着脸皮去参加别国的内政 在帮助恢复孟加拉国之后 印度的目的达成了第一步 但是 他肯定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个决定会让他后悔 孟加拉国虽然恢复独立 但是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地理位置 并不是那么乐观 他为印度三面环绕 如果说一旦印度发起进攻的话 孟加拉国就将处于一个不利状态 于是他也在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而不断地寻求其他的方法 孟加拉国鼓励生育 在生育方面 几乎每一家都是四胎五胎 首先在人口上 就已经达到了 让印度不可小觑的程度 除此之外 孟加拉国还善于广交朋友 积极地与周围的邻国搞好关系 并且不惜与当年 存在矛盾的西巴基斯坦 也搞好关系 这样一来 印度又开始逐渐陷入 被两面夹击的恐慌当中 再后来 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 并且巴铁之间的关系 也十分亲密 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 逐渐恢复交好 孟加拉国的加入 无疑让巴基斯坦 更有底气与印度对抗 而曾经帮助过的国家 和自己的老对头成了好朋友 这对于印度来说 也是一件无比棘手的事情 虽然出于对国家的安全考虑 孟加拉国到现在 也没有出手对印度 进行一定的打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孟加拉国也在一步一步的发展 而对印度来说 孟加拉国会一天比一天更不好惹 孟加拉国也会一天比一天更有底气 总有一天 印度会尝到什么叫做 自作自受 作茧自负